从事软件开发工作 性价比最高 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 字不如表 表不如图 图不如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教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新说 听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咱们下节课学了静态变量 对吧 在静态变量之前学了全体变量 以及局部变量 对不对 那这节开始咱们学一下 函数的调用的方式 通过函数调用的方式 咱们再将函数的 其中内讲到的一些语法 咱们窜起来 对吧 那这节课咱们学一下常规参数的一些方式 前面呢 我跟大家说过 想学习一个函数 不管是你调用一个函数 还是你想生命一个函数 对不对 一个函数最需要知道的有什么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这个函数的功能一定要知道 因为了解功能的话 你要是自定义函数 你会知道功能的话 你知道我该写什么东西 对不对 对 你要是用一个函数的话 知道一个功能决定用不用 对吧 那第二个就要知道的是参数 对吧 只有会传参数了 你才会使用这个函数 对吧 像前面前面学过的 你得知道函数 对应传什么 每个参数的功能是干嘛的 你才知道对应传哪个 对不对 然后类型是变得对应 对吧 那这是第二个 会用参数才会掉那个函数 对吧 会用参数才会设计的一个函数 听懂吧 第三个要知道的 就是函数的返回值 知道返回值就知道 我用完之后 它会给我什么结果 拿到这个结果 我在整个成绩里边 我怎么处理 是这样的一过程 所以呢 就是无论使用系统函数 还是自定义函数 我们都可以通过三个因素 来了解函数 函数的功能 那功能的话 那肯定是咱们得了解 对不对 那参数和反位值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函数和参数 因为只有它变化 什么特别多 反位值一般就一个值 对不对 拿到了值什么类型 怎么处理就OK了 功能那就是 怎么描述 你就怎么用就完了 对吧 所以参数 才会是决定你这个函数 你会不会用的一个主要原因 所以咱们这几个开始 咱们就先玩这些参数的问题 对吧 用过哪些形式 后边会有什么 什么变量 变化的参数 个数啊 什么回调参数啊 等等等等 好多东西 对吧 那这节课咱先了解一下 常规的参数 什么叫常规的参数呢 那咱们了解函数之后 咱说了 系统给我们提供了什么 几千个函数 对吧 这几千个函数呢 你扩展做完了之后 你都可以直接使用 对吧 那几千个函数 只要你会调用一个 或者是你知道函数怎么调用了几千个函数 可以说你都会了 对吧 那以后用的时候就是了解 要完成什么功能 找什么函数 然后用法都是咱们这节课要讲的东西 对吧 所以咱们打开手册看一下 系统里边 这是P2P的最新的首射 对不对 然后找到函数参考 你看 它按功能分这么多类 对吧 按功能分这么多类 然后你现在 比如说 妹子你现在想干什么 假如说你编成 你想编什么功能 随便说一个 你想发邮件 那好 那这里边找一下 有没有邮件处理函数 邮件邮件找一下 邮件相关扩展 邮件相关扩展 对吧 那这里边 就是邮件的相关扩展的东西 对不对 那比如说这里边 我们先找 邮件函数 对吧 那这个就是函数 看到了吗 那这个就是函数的什么 你现在这个就是发送一个邮件 对吧 那发送一个邮件的话 你想想 就得干嘛 函数的功能是已经确定了 用它就是发邮件的 对吧 那反位值呢 就是发送成功 失败的 那反位值也很好了解 对不对 那现在我也想怎么用那函数 是不是我得知道参数都干嘛 对不对 那想知道参数都干嘛 我就得了解 每个参数是作用 和需要穿什么类型的 和放在哪个位置 对不对 在这里边就是 发给谁 发给谁 那发给谁是不是一个邮箱是不是一个字幕画啊 字幕串为行的 那这话呢 邮件是不是有个标题啊 对不对 邮件是不是有内容消息啊 对不对 那后边是地址啊 或者什么装口号啊 这些东西怎么办 这些啊 对 那后边咱们再介绍 这样再增加号的参数 对不对 对吧 所以呢 任何功能系统大部分 百分之百分之都给你提供了 所以你知道它是功能 知道参数怎么用 这个函数你就会算会用了 这个功能你也就实现了 是不是这意思啊 那什么叫常规参数呢 就是在手册里边我们找到任何一个函数 或者你给别人写参数的时候 这样 比如说 Faction Demo 比如说我这是ADD吧 判断两个书相加的 对不对 写两个书相加 我们通常这么写 $A$B 对吧 然后$SUM等于0 一个和 然后呢 $SUM等于$A 加上$B 这是正常写程 当然可以写的一行 对吧 $SUM 对不对 当然这些写成一行怎么写呢 就是直接RE TOS返回$A 加$B 那就完了 对不对 那像这样的函数 比如说 我做完了 Mate我想想你用 对不对 我得写三方面信息 什么呢 首先在这块 对吧 我需要写上 它的功能 对吧 就是这行的作用 对吧 就是 处理两个书相加 是不是 对 那现在我就告诉你两个书相加你就会用吗 我一定会 所以我会告诉你 当然我写这个格式 你先不用懂 这是文档出示的一种格式 知道吧 我会告诉你 参数 什么类型的 你看 比如说我写的IT整形的当时飞 后边请作用 这是第一个加数 对吧 然后 Terry P-R-A-M-I-N-T 当时飞 这是第二个加数 对吧 然后在 Terry 返回什么类型的 两个书相加 返回是不是就整数 对不对 然后你可以说一下 返回 对 两个书相加的 和 对吧 你看我把这些注释信息文档信息我给你了 你是不是这个函数你就会用了 是这意思吧 对 那其中什么是参规参数 就是写函数书名的时候 像手册这样写 看一下 这样写 所谓的什么意思呢 就是 你看 ADD 记者不是在真正的代码里写的 假如想给你写个描述 INT 你看这里边 是不是这样吧 然后斗号INT 倒入B 是不是这样写的说明 那这样的写的说明 INT A 指的什么意思 告诉你 你传这个参数的时候 这得传整数 明白这意思吧 如果我这么写 Float A 倒入飞 Float 倒入B 那告诉你 你在掉这行为 是得传负点数 对不对 那再有 比如说 STINT 倒入F A STINT 倒入B 那传什么 对 咱们有几种类型 8种类型 所以我就假如说一个函数名 By name 那里边都会写 有BOR E R E N 假如A 这意思 要我们穿什么 BOR 对 BOR行的 然后 A Y 倒入飞 你意思要我们穿数组 对不对 加上 Object 当然对对象指的就是某一个类的对象 比如说 Mami Cash 倒入飞 意思要我穿什么 一个Mami Cash对象 对不对 当然这都是后绝我们要学的东西 对吧 如果是一个资源 我们就穿一个资源 是不是 等等 咱是不是学过八种类型 除了空 其他是不是都可以作为类型名来用 对吧 所以常规就是告诉你穿什么类型 你就穿什么类型 这就是常规的 理解这问题吧 那也就是我们这里边 常规好像是这样的 所以常规就是食材和新材应该是各种类型一致 就像续元的家伙类型一样了 对不对 像这个反 像这还是说明 你看到这就告诉我们 返回的是字幕串 里边需要传一个整数 返回的是幅典型 里边传一个需要幅典型 对不对 这话是一个数捕 传参数是两个参数 两个数捕参数 这个是一个字幕串 参数一个数 参数 反过来是字幕串 没有理解吧 所以以后这插手撤的时候 这样常规的肯定能看懂吧 那比如说咱们说妹子提的这个麦典型数 那这个需要算什么 字幕串 对 这个呢 字幕串 这个呢 这个呢 这个都是字幕串 对吧 对 这是常规的类型 那咱们还有一个什么 还有伪类型参数 记不记得咱前面介绍过伪类型 伪类型不是PAT八种类型的对不对 它不是真正的类型 是虚拟出的类型 就是为了写说明 比如说我们这个 上面这个 我把这个去掉啊 现在咱们到尾类型了 对吧 假如这个猜入这么写 两个数相加 对吧 如果写INT是不是就只限出整个相加了 我还想写数字相加怎么办呢 我能在INT floor的FLOT专写吗 对不对 不会的 或者是我在写说明的时候 在这块写ADD 这块什么 INT也行 FLOT也行 Double也行 对不对 然后Double费 不这么写吗 肯定也不是对不对 或者这还是的反位值 还是的反位值 我想INT也FLOT 是不是没有 一次只写一个类型 因为PP是弱类型的 这个参数就有可能 A个B你可以传任何一种类型 是不是这意思 对吧 而强类型语言里边是没有伪类型的 因为强类型语言里边告诉你传什么类型 就必须传什么类型 是这意思吧 如果用伪类型你看我用NUMBR Double费 对吧 NUMBR Double费 是不是这意思 然后我们这块用上NUMBR 那这样去声明一个函数的结构体的时候 你在看手车看到这样的结构 你就会知道什么意思 告诉我这里边可以传一个数字 对吧 那数字类型都代表什么的呢 整数不点数 这也告诉我传一个数字是不是都行 所以我在调定函数的时候 如果是这样的说明的话 我直接怎么办 ADD传10加10可以吧 我ADD传一个3.2加上5.4 是不是也可以 或者ADD传一个10和5.4 是不是都行 都没有问题 可以叫我把反映值反映给我们 那这说明的时候 你也会经常看到别人这么写说明 NUMBR这个直话 NUMBR这个直话 NUMBR 是不是这个类型 对吧 那伪类型就有一个数字吗 不光是这个 对有三个 他前面说过的 NUMBR知道了吧 那还有一个MXED 多 代表所有类型的 如果哪个参数 比如说一个函数 MXED 比如说Faction NUMBR 里边MXED 如果这样去写说明的话 说明什么 对 也就意味着这个还是你穿什么类型 都能处理 反回的 那你根据你穿的类型不同 有可能说各种类型都有可能 对不对 还有一个 Faction NUMBR 这样 BiK 这也是咱们后边重点讲的 什么呢 可以传一个函数作为参数 回调函数 这是咱们后边记者课 咱们会重点讲的一个值点 所以伪类型一共有几个 有三个 看一下 一个是 这个 对吧 NUMBR 还有这个 看到了吗 所以像系统函数 比如说 像他这里边给我们提供的 你看系统函数怎么标题的 我们就搜索一下 ENPTY 判断是无为空 你看是不是传这类型 反应不可以增加 那意味着我是不是传什么变量 他都能够判断这个变量是无为空 对吧 是 再比如说像系统里边提供的 这个call back 对吧 告诉我们就是传一个函数 usort 我们查一下 usort 你看这个函数说明 是不是这么call back 意思是要我传一个函数进去 听着吗 嗯 嗯 那当然还有number 传数字类型的 对不对 那比如说 NUM 就是number of money 这个它是传整形 嗯 那后期的语吧 对不对 啊 这就是我们要介绍的 这些常规的一些函数 听着吗 一些函数的一些用法 那一些具体的细节呢 等待后边的课程中的再介绍 好 谢谢大家 这些课程我们就 见到这里 谢谢大家